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物星 歡迎回來收看我們的模組生存 我們上一集做的事情跟上上集差不多 就是開挖礦機或者是修改礦物處理系統 那上一集主要還是重新設計了原本的礦物處理 變成了我們身後這一個 就是透過rotary的extractor把礦物5倍化或13倍化之後 再直接送進原版熔爐 然後一樣透過rotary的方法來快速的把這些礦紗變成其他的東西 然後呢因為我們家挖礦機開的還沒有很多 所以這個我目前的礦物處理系統還沒有滿載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的話呢就試著來拉滿載看看 就是我們要開非常多台的挖礦機 看看我們這一套的系統 喔不OK 甚至我們也不用擔心說這個熔爐會不夠 因為有可能連extractor都不夠啊 因為這個extractor現在是每tick可以處理一個礦物 就是相當於每秒鐘可以處理20個礦物啦 那假設你家的挖礦機挖掘的速度可以超過每秒鐘20個的話 那就會大於我們這個extractor可以的承載量吧 就可能要用更多台extractor也說不定 但是也有可能沒差 反正多的就讓它塞進AE2裡面吧 我們以後有多餘的時間再想辦法處理那些多出來的礦物 但我們今天呢就是想要來塞爆這個extractor 所以可以看到我準備了一大堆的這個附魔書 就是要來放我們這個無聊的機器啦 那我們 要怎麼規劃的話我上一集已經有跟大家說過了 就是 就是 我打算把那一整個橫斷面通通塞滿這個挖礦機 我們可以去這個地底下來看一下 那在稍早之前呢我已經先把我們家 原本挖礦的是這個方向嘛 然後呢 我已經把他們 一直傳到這裡 我已經把他們 整個橫斷面的chunk先 手動 手工的把它挖出一個橫斷面 然後包含這裡也通通挖出一個橫斷面 那這個就是我們以前有稍微計算過的 就是無縫接軌式的 就是我們在不同的挖礦機之間 不要有留任何的平面 對不對 不然你可能會想說墊高一格就會產生一格的縫隙 那我們都不要我們就一個貼著一個 那就會像這樣子非常的緊湊 那這裡的話是從Y12一直上升到Y69的地方 總共有大概12台的挖礦機 那我估計還可以再往下一層 就是12層再往下5層的話是7 Y7的話應該還不會碰到岩闖吧 所以可能還可以再往下一層 不過我們現階段的話先用這樣子就好 好 所以我們以前這個挖礦機有用過兩種 我們樓下馬上就生怪了 因為我把那個抗生怪的東西給丟掉 為什麼我一直有消除的效果聲音 好啦那就是因為我把那個 類似小火把或大火把的東西給拆了 難怪它會生怪 我們還是要把類似 防生怪的東西給叫回來 就是這個chandler 我把它放在比較靠中間的地方 像這樣 因為目前唯一的平台就是地板上這裡 所以生怪也大概生在這附近 只要這邊抗生怪就好 好啦我們剛剛講到哪 就是我們的挖礦機有兩種供電方式 第一個就是最傳統的水車供電 那水車的話其實設置起來很簡單 然後它唯一要消耗就是潤滑油 然後潤滑油也很便宜 但是呢隨著我們科技的進步 我們採用了第二種方法 就是直接用Wall Rift 把能量從我們的家裡傳過來 但是呢我們傳過來的能量也沒有很高啦 這邊524千瓦就跟一台水車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完全的改用這個 我們之前做這個引擎 如果我們用一模一樣的能量的話呢 它只會消耗每Tick 2016RF 2000RF per tick啦 其實還蠻低的 以我們現在的發電量而言 算是非常非常的節省 那我們就除了電之外 再消耗一點點的這個 Liquid Nitrogen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再加上一個4比1的齒輪箱 我們就可以跟這個的輸出 或者下面水車的輸出一模一樣啦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開始來 先擺放這個挖礦機好了 Boring Machine 這個放置的方向是這樣子 這邊最頂層大概六個七十層吧 然後這個上面都有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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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剛剛略過了 在這裡 我要先把它關起來嗎 先把它關起來好了 它直接掉下去了 因為我把 不對 我背包滿了 難怪它吸不起來 把它丟著 剛剛掉下去是這個 然後呢 我們 這邊可以直接Tago嗎 不行 它要接收到 能量才會Tago嗎 或者是我們現在先給它塞副魔術好了 先塞Efficiency5 再塞這個絲綢之除1 然後 給它這個 然後Tago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吧 然後我們要把 這個調整成轉速魔術 但是 它又有問題 還是說因為我們上面沒有發 那個 那個叫什麼 中介箱的關係 所以我們來呼叫一些中介箱 燒到之前呢 我也用AE2自動呼叫這個中介箱 現在連中介箱都可以自動呼叫 好 還蠻方便的 也不是自動呼叫啦 就是自動合成 好 那 現在它的毛在哪裡咧 為什麼它不肯這個 Tago 它要我自己一個一個按喔 它這個 自動轉換的好像有一點問題 變成我要手動一個一個按 有點怪怪的 而且它那一層就沒有挖到 我先reset 沒有它沒有reset 還是它這個版本本來就有這個問題 把它挖掉 手放 還是一樣的問題 所以應該是要 把它 換個方向 我自己手動按吧 也太麻煩了吧 這個Tagoall好像 沒有任何屁用 它點了它還是 恢復 我自己手動點 花了老半天的時間 終於整理完一台挖礦機了 因為畢竟有點這個強迫症 所以我希望它這個整個橫斷面 的框架都是完整的 而不是都要少一個或怎樣 就是視覺上看過去都要 是空的啦 不要有奇怪的東西 所以就是 你要修正的問題的話 你必須要把這一些管線 通通手動敲掉 然後呢再把挖礦機敲掉重放 因為它這個 reset position的按鈕 沒有作用 就跟Tagoall沒有作用一樣 這三個按鈕好像都沒什麼作用 你上面這個必須要自己手動點 還蠻麻煩的 我記得以前的話是可以直接切換全部啦 它這個可能是當前這個版本的bug 那我們 這些模組的話是有更新版的 只是我一直不想更新 因為現在工作很忙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在那邊更新模組 所以我們暫時都不會更新 這個rotary Rica系列模組 因為要更新它的模組很麻煩 所以我就不太想更新啦 因為各位要更新的話自己更新吧 反正應該地圖都可以開起來就是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把這裡所有的挖礦機後面都接一個這個 4比1尺人箱 然後包含這個的話其實我們也可以拆掉了 這個是我們已經淘汰不再用的能量供應模式 我們這邊通通都改用這個引擎 那下面這個水車我不曉得要不要換欸 水車可能暫時不用換啦 畢竟它只是消耗熱化油而已 但是上面這個要換 然後呢我們把這些齒輪箱都轉成這個速度模式 然後在它後面各接上一台這個引擎 然後轉一下方向 看它怎麼放會比較節省時間 看它怎麼放會比較節省時間 這個地方也要放 這樣轉兩下就可以了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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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一個是我們的終界箱 終界箱以我們現在的財力跟自動合成的系統也不是太麻煩的事情 直接A1點一下它就會幫你自動合成一堆終界箱 然後再來是特斯拉的部分 那特斯拉稍早之前我也有合成一堆啦 只是它無法堆疊這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所以我大概一次只能呼叫五個特斯拉吧 不然的話背包會塞爆 或者是我們先把附魔術放一放好了 這樣就不會有問題了 這邊效率五絲綢一 這個還沒有 效率五絲綢一 有啦 這個也有啦 效率五絲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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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有多準備 效率五絲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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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特斯拉先拿出來 然後再呼叫更多的特斯拉過來 五絲綢一 那我這邊先放 這邊的話呢就是這個打勾就好了 非常簡單 這個打勾 好 平道六打勾 沒打勾到 那邊 也是打勾 到時候這邊全部啟動的話會蠻吵的 所以不曉得我是不是應該要來放一些精英羊毛之類的 當然我們以後也比較少來這個地方 只是它挖礦機全面啟動的狀態應該會蠻壯觀的 值得一看 這個 最後一個特斯拉是給這個的 所以要把它挖起來 只是我挖起來的話 我要趕快去我們的主世界把 另外一個Wordrift給撿起來 不然它到時候就消失了 這個主世界Wordrift我們是放在這個樓下 在這邊吸道 所以這個地方以後我們就不用再分能量出來了 所以 這個地方就敲掉吧 對 這個地方就不用再分能量了 然後這個是 挖礦機的礦機 這個也不需要 所以這是我們的四號礦機 這個也可以 關閉 不過它應該是要連接到其他地方啦 或者應該是我們一個拉桿可以控制整個斷面 12台礦機的開關 應該是我們之後的目的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只要再回去我們的黑暗世界 然後再下去一次 再下去一次 直接這樣走比較快 然後 來 特斯拉 好我們還沒接發電機 我們還沒接發電機 再來R一部 Nigrogen 下一部就是每一台 都調到五千瓦 五百千瓦 相當於一台水車啦 當然如果以後想要改成一百萬瓦也行 但現階段我就先通通都用五百千瓦就好了 五百千瓦 一台消耗兩千瓦 所以 這十幾台的話就可以消耗兩萬多RF 對於我們現在一千六百多萬的發電來講的話 算是非常少啦 你想想兩萬多RF的 這個耗電量 你就可以 每秒鐘挖這麼大一個斷面的礦 其實不是每秒啦 它這個作用時間是 9.65秒一次 所以就各位可以自己算算看 這邊是 這個長是七格 然後高的話有 12x5 60 所以這樣怎麼算 小算機拿出來 計算機 7x60 一個斷面是420嘛 那除以10秒鐘 哦 我們每秒鐘就可以挖 42格方塊 差不多每秒42格方塊的速度 那當然大部分方塊都是石頭啦 所以實際的有效礦物可能每秒鐘10個吧 或每秒鐘5個 但也是很多了 比我們像那個Buildcraft的挖礦機還要快很多 好那這邊有能量了 這個也速度模式了 但是我們這些 統統都要自己手動點 有夠麻煩的 有夠麻煩的 每一個都要手動點35個方塊 好啦,終於全部點完啦 然後剛剛改變主意了 我們最下面的水車可能也換成這個引擎吧 因為呢 這樣子一來我們就可以全面的使用 無線紅石來做開關 好,方法就非常簡單 我們只要這個引擎設定成 紅石控制模式 然後呢 這邊就放入這個 無線紅石接收器嘛 那像現在是關 然後我們應該 頻道2 我們頻道2就加就已經有了 那這個 拉下拉桿就是啟動模式 然後它就會開始輸出這個能量 所以 這個接收者可以有很多個 其實 這個輸出跟輸入都可以有很多個啦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輸 輸 這是家裡的拉桿只有一個 但是這邊接收無線紅石的 可以有總共12台的挖礦機 然後每一台的話 都把它切換成 紅石控制模式 這個 高紅石模式 這樣子接收到這個拉桿的訊號之後 它才會啟動挖礦 那我們現在 從以前 可能要混搭好幾個不同的 紅石來開關這個挖礦機 的情況現在就可以化整為0了 只靠單一一個頻道 就可以開關這整個 橫斷面的挖礦機 就會比以前還要簡單很多 還有這裡 需要調整的東西還很多 這邊要改成2 然後這邊也要變成紅石模式 改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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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石模式 改成2 黃石模式 不然如果通通蓋好再給大家看的話 可能一集不到10分鐘吧 所以我們該設定的應該都設置完了 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磁能箱轉正 我們就可以開始挖礦囉 所以這個地方 啟動 啟動 所以一整個橫斷面 總共上下60 就是從上到下60格高 然後7格寬 的區域 通通都被我們這個boring machine 給它貫通了 那我原本想說 繼續往上的層數也貫通好 這樣就可以裸露嘛 但我發現 因為上面基本上都是鵝卵石 都是石頭 沒有任何其他東西 挖了浪費 再來就是 如果上面有水流 有湖泊的話 可能會 是還好 因為它這個會有挖礦管線 伸過去會把水給填掉 但也有可能會產生一些額外的問題 包含可能會有怪物時不時的 掉下來啊 或者是 不曉得怪物會不會卡這個礦物管線 然後塞在管線裡面 所以我們還是不要透天好了 不要露天 直接用這種方式就行 所以現在這個 挖掘的速度應該會超級快 就像我們說的 每秒鐘40個方塊 扣掉石頭的話 大概每秒鐘也有10來個礦吧 混搭的 可以看到這個一直出現這種礦物圖片 非常快 然後每一台應該都是有啟動的 應該都有啟動啦 這樣它才會出現這個挖礦管線的斷面 所以我們可以再過 等個十幾集 幾十集 甚至上百集之後再回來看看 我這個挖掘情況 應該會很壯觀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把它們丟在這邊 這邊剛好都在同一個chunk 所以我們底下有那個 spot loader 光靠一個chunk loader就可以 載入我們所有的挖礦機 我現在呢 就先回家 然後 先去看一下我們的紅石控制的地方 對 那這個就不需要啦 我現在只有一個2號挖礦機 黑暗世界挖礦機 其實這邊應該 設定在這個地方比較好啦 就把它打一下 黑暗世界挖礦機 那現在就沒有分Y幾層了 我們就統一 都是這個 這個 就一個而已啦 這個可能方向要調整一下 這樣子 把這個打掉 所以我們就兩種挖礦機啦 一個是地獄挖礦機 一個是黑暗世界挖礦機 這個地獄挖礦機 可能 總放一次 或者之後換個大告示牌吧 地獄挖礦機 那我們地獄挖礦機 目前有兩台 以後也可以連動一下 這樣子也是透過一個紅石開關來處理啦 所以我現在的話 應該是要去關心一下 我們 那個虛空 世界 的 Estrator 來不來得及 處理這些礦物 看起來有點吃緊咯 好吧看起來就來不及了 對吧 它只要每秒中產生超過20個礦物的話 Estrator 可能就來不及處理了 我看有些熔路都是空的 所以現在的問題主要是哪裡 其實也還好 因為 黑暗世界的礦 生成量是兩倍的 雖然有時候礦很集中 那就會出現一大堆礦 但也有時候石頭比較多 那可能就單純 就沒有那麼多礦 我們再觀察一陣子 如果它的礦沒有持續的累積的話 應該是還好 再來是我們的石頭 那些應該都有好好的用Drawer來排空 所以石頭應該不會堆積 可是像這種石頭 我不曉得我有沒有射那個 那個 那個Void 之後如果太多的話 可能也要射個Void 都可以丟回去啦 我們現在的Estrator 也幾乎等於是全速運轉 無時無刻都在運作 可能稍微讓我有點不太滿意的是它這個 東西放進來再抽出去的延遲時間 它還是有一點點微妙的延遲 也是受限於這個Thermodynamics的設計 有些模組的管線可能延遲性更低 但是只要它這個箱子沒有持續性的堆積礦物 的話是還好 我們一直在吸經驗值 因為我們現在也有血魔法的磁鐵的關係 如果把磁鐵暫時的關掉 那它的經驗值應該會好好的被我們的 這個Hopper給吸收掉才對 速度很快喔 所以這個 大概過個幾集 我們家就會有上萬個 其實不用上萬個 幾十萬個礦了吧 那這鐵啊 現在還 剛開挖礦機之前就已經有快十萬個了 其它的這些雜七雜八的礦物量也會 開始直線往上飆升 像我們的 賽特斯11也有14000多個 你要蓋多大的AE2都不成問題 好啦 所以我們 上一集 談到的終極目標 今天一集就完工了 我們在黑暗世界開 起了我們的這個 終極挖礦機系統 比較內涵 內斂向的終極挖礦機 有點至今我們之前1.6.4的那個 終極挖礦機 1.6的也是那個比較暴力 非常外顯性 那我們這次用Rotarycraft這個 比較內斂一點 從外表看不太出來的方法 但是它的挖礦效率也是非常非常驚人的啦 我們的液態單應該還好吧 因為我們現在開了比較多的 那個 應該是可以 現在這個都還很夠 好啦所以我們今天這集的話就先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一集來觀察看看這個礦物的情況 如果OK的話就可以不用管它了 然後如果假設我們的Sorite礦 夠多的話 看一下我們的Sorite Sor...是講平蠻部 我們的Sor... Sorite才817個有點少 那不是Emeron啊 綠寶石也才600個也很少 所以如果我們要開始玩Reactorcraft的那個Sorite Reactor的話 我們要解決兩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Sorite的數量 第二個是我們要 備存很多的綠寶石啦 因為就是那個Reactor的某種容易會需要用到綠寶石 所以可能我們之後的集數來看看要怎麼 生出一大堆綠寶石吧 那各位觀眾第一個想到的一定是練村民啦 那村民很好練 所以我們也可以來想辦法看我們有沒有辦法來練村民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今天就這樣子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啦 謝謝大家 各位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